台北上柯文哲上任之後是取消了重陽禁老金是遭到批評 不過柯文哲是強調他是把預算拿到更有用的地方 像是擴大禁老卡的使用 只不過柯文哲之前一直強調了 老人最忌諱的就是跌倒了 不過現在傳出他的媽媽在家裡也不小心的滑倒 我們來聽聽柯文哲是怎麼回應 照顧老人跟他老人不要花在想太多 不過我們很快的再過四年台北市大概65歲以上人口就超過20%了 所以整個老人的照護系統應該在四年內要快速把它建立建構完成 還有照一時光骨頭沒有斷 不過這個特別是這種上下樓梯一滑就跌倒 所以這的確是 我們回去再看看 其實樓梯應該再加止滑板 王世堅議員說您如果落選的話他會替罰 可是他不敢賭說您當選他替罰 會不會覺得這樣的技法我沒有殺傷力 那你應該去問他 能不能拜託你再去追他這個題目 好 我們可以聽到柯文哲畫風應轉 是因為他的死對頭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他現在放話說如果柯文哲在年底的選舉選輸了 他就要剃光頭 對此我們可以聽到柯文哲是表示不以為然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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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